贝老师 哪些姓名比划的人 天生房产运亨通 好厉害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总格 分别他的比划是 11 18 23 25 32 35 37 41 跟55的人 其实现在年轻人 不愿意买房子的因素 第一个怕压力 还有觉得自己赚不多 怕负债 那还有一种情形就是 他很想买房子 但是他缺乏那笔投期款 那如果说父母亲 能够赞助他的投期款的话 也许他在自己的收入上面挤一挤 说不定能挤出一笔房屋贷款来 其实这个组合的人 他之所以房产运亨通 并不是说他一下子 就有那么多的房子 刚开始他也是零 只是他筹起到了 那笔自备款之后 他是从零到一 一到二 二到三 所以他们的房子 是先求有 只要有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地段要比较好 生活机能要比较好 也就是说 那个增值潜力是比较高的 就好像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 他先买一个小套房 虽然只有十平大 虽然这个房子已经三十年了 但是因为它地段好 它的增值潜力很高 隔个几年之后 他赚到了 他把它卖掉 然后他赚到的钱 再去换比较新 或是比较大一点的房子 慢慢慢慢循序渐进 也就上来了 其实最怕的是 你不愿意去做 怕压力 其实是阻碍买房子 很大很大的杀手 其实年轻人 我要给的建议就是 你们买房子 现在真的是很难 可是你如果不买的话 刚刚都有说 房价它是绝对不会下降的 它只有越来越高 你的收入永远跟不上 所以你只要筹得到 那一点点的投期款 买对底段 那你的第二栋房子 只要有第一间 第二间房子 其实很快就会来了 那对到这个组合的人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房子 不要担心 你就开始执行 你人生竹梦的第一条 我一定要买房子 你一定会有单 这个菜 好 大家就很好